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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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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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我盼星星 盼月亮 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 我不就去县里开了几天会吗 有什么事啊 你没看见这两天的福布了 你看看他样子不就去了个北京城吗 啃个破地 嘎嘎嘎嘎嘎 你说他叫什么呢 先让他高兴两天 秋后找他算账 中央农村工作部陈部长 号召广大社员 要借着全国上下开展的反满产运动 和本位主义 小资产阶级 做一次坚决的思想斗争 你瞧福布老门样子 连他家猪都活笑话在的 主任 怎么了 县里来了新知识 说要搞万头猪场 我呀 真愁这事 你不会是要交给福布老干吧 我就是要让他去干 这么好的好事 你怎么能交给他呢 你懂个屁 这样 你召集几个骨干 在社里先造造声势 就说公社要求社员 把猪都交上来 社里要搞万头猪场 那福布老要是乖乖的交路呢 不可能 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平时总和我们对着干 猪他是肯定不会交的 到时候 咱们就可以抓他一个反面典型 走 爸 公社要搞万头猪场 王玉桥说 个人养的猪一定要充公 这可怎么办呀 你听谁说的 街上的人都在议论 那我们得把猪藏起来 那我赶紧把猪赶到后山 招什么急 高藏也得把猪喂饱了 省得他饿了支叫 齐天啊 我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啊 看秀嫂一家 这日子过得挺艰难的 要不 我们两家合成一家过 互相也有个照应 爸 你这事还用问我吗 你同意了 你早该办了 什么时候办 不惯你笑话 等这阵子过去了 我们就去办 行 你们站住 我看你往哪躲 可让我抓住反面典型了 你是不是准备把你家猪藏起来啊 不是 我就是赶着我们家猪出来溜溜 你还狡辩 这条路就是通往后山的 走 跟我走 乡亲们呢 自留地是 是党的政策 养猪养牙也是党的政策允许的 父老 你给我住嘴 你违反党的政策 乡亲们是看在眼里的 父老你这个嘴硬 女猫 女猫 我跟你拼呢 王玉天 你就是个兔 非恶吧 毕天啊 爸 登部长有桥太太 你不能这样啊 你少拿登部长押我 这是父老自找的 叔嫂 你们家钢丁那笔账 还没可以算呢 把这些都给我拔了 拔 你不不能拔 你这是干什么呀 不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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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玉天 你就是土匪恶吧 土匪 土匪恶吧 王玉天 你们这些混蛋 你就是不拔了 我при行时间 你就是不拔了 有种不拔了 我让我逾了 你不是不拔了 谁不拔了 我 你你 qualifying 这个王丽泉 是越来越不像话 我就不信 这尿还能把人憋死 大不了 我们上山开荒去 上山开荒 对 上山开荒 我们在山上种上菜 然后养些鸡和鸭 它往一天就管不着我们了 对 邓先生都讲了 这困难是暂时的 我们不能等 得生产自救 秀嫂 你来不来 我得跟跟地商量商量 你总是商量 什么时候才能拿个主意 这家里没个男人 我有事 我不跟儿子商量我跟谁商量 爸 我去弄点吃的 秀嫂 那我们两个的事情 你和耕地商量过没有 他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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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们躲在这儿开荒 他往一天就找不着了吗 有一回 白狗子上来搜山 我就躲在这儿 他们从我眼跟前过去 就是没看见 你放心 找不着 就是找着了 他也管不了 这儿 你也管得住 我 我 你也管管 我 看着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老在这山上躲着 可心情不一样啊 当年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打反东派 日子也苦 你这心里是透亮 老李啊 怎么又起来了呢 我是躺累了 换个姿势 你真孩子气 总有那么多借口 坐舒服了 好 舒服了 邓老 湛南 有事啊 刚才周总理来电话 询问您的病情 让您放心地休养一段时间 总理还说什么 还有 周总理说 让您和陈云同志一起去休养 难得啊 总理在这么忙的时候 还要关心我们 给总理回个电话 带我谢谢他 是 公导 好 好 来晚了吧 我们 不晚 不晚 来了 正好 你看这土地 这张着嘴等你呢 来 来 看吧 嗯 你看 够了 是 抽时间咱俩去盛拉器吧 嗯 你可闹活的 干活吧 好 老李啊 你是来疗养的 就不要到处乱跑了 好 来了精神食粮啊 刚送到的 我去见了陈云同志 他也劝我既来之则安之 劝我安心疗养 他说庐山的会议就不要去了 这样好 好像是福古老的信吗 福古老被公社开除了 自己跑到山上去开荒种地去了 这说明我们的公社 现在对社员的政策 相对宽松了一些点 又来了 静看这些不切合实际 自欺欺人的事情 他们说要搞什么万头养猪肠 这封信给我们传达出的信息 是忧喜缠办的 喜的是我们的群众 不再盲目跟风了 忧的是我们这个政策 还是不切合实际啊 今晚的反蛮产运动收获不小啊 犒劳犒劳大家 来 谢谢主席 谢谢主席 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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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主任 您别说 这腌过的猪蹄就是好吃 越嚼越有味儿了 我琢磨来琢磨去 肯定是鸡红搞的鬼 即使猪蜂 那放跑了那么多猪 哼 要不是放跑那么多猪啊 我们今天吃的更多 这猪蹄也堵不住你的臭嘴是吧 公社的猪能随便吃吗 是 是 主任 其实没有那万头猪场也好 省得你天天操心的 要不一会儿什么大跃进呢 一会儿什么反蛮产的 能把你累死 说得是啊 这季鸿算计我们 我们还算计他呢 想借着猪 不得了朱恩不上交社理 这可由不得他 要吃也得我们先吃 来 吃 是 邓部长 庐山会议后 机关根据上级的部署 开展反右倾斗争 说一些干部对三面红旗有看法 跟右倾分子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因此 机关初步划分了一些右倾分子的名单 请您定夺 怎么会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的右倾分子啊 上面有指标 好 农工部只有邓子惠一人是右倾分子 邓老不行啊 就写您一个人的名字 他们会认为您在保护右倾分子 照此办理 你来得真是时候 明天我们就回去了 这次我专程到这里 是想向邓副总理反映一些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 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 中国的广大农村 很有可能将面临一场灾难 这是你作为记者的敏感性吗 更准确地说 是我看到了这场灾难的前兆 中央第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 你看了吗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可对邓老来说这是万幸 什么意思 你也知道 先些年邓老因为右倾问题 做过深刻的检查 这次他听说 有些人被打成右倾分子 党内又开始反右 机关根据上级的部署 划分了一些右倾分子的名单 邓老为了保护大家 就写上自己一个人的名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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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坦荡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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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爺 身体怎么样啊 很好 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快说说 这刚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 您还不嫌回家里 好好休息休息啊 是 劳碌命 习惯了 走 走 邓副总理 少席同志办公室来电话 请您过去一下 好 知道了 妈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又想找你爸爸 教你打算盘啊 是 你爸太忙了 他没空 妈 爸真的很忙 每次他回来 我都睡着了 不过你爸说了 他要教你打算盘啊 你学得快 不过你好像也落下很多了 是啊 以前老师还总夸我呢 可是 现在 那你就自己多用功了 可是妈 我想学爸爸那样 可以两只手一起打吧 你这个孩子 不会走就想跑啊 妈 我已经会走了 就是现在我想跑嘛 那 等你爸爸回来 我跟他说说啊 完了我上学去了 嗯 不上当心啊 我现在说了 我们去寻找我 你去寻找我 去寻找你 我去寻找你 我们去寻找你 他说现在农村的情况 已经是非常严重了 他要我马上带领个工作组 下去搞调查 好尽早搞一个 解决问题的办法出来 这是主席的意思吗 主席已经做出明确的指示了 要把灾情的文件 用飞机送到十五个省的 第一书记手里 主席说他没有想到 这么多人挨落 这是个大问题 那什么时候动身 事不宜迟 明天就走 明天 可你的病 现在农村的病 比我的病重啊 苏勤 李苏勤 这儿呢 我正准备找你呢 什么事啊 明天啊 邓老代工作组 进行全国范围的调查 怎么样 跟我们一块去吧 你算是邀请吗 当然算是邀请了 我是很想去 不过我去不了了 为什么呀 报社已经不让我 单独采访了 是邓副总理 邓副总理 你还记得四二年 在淮北区开展的 救荒运动吗 咱们不记得了 当年淮北大闹春荒 蝗虫肆虐 军民严重缺凉 为此新四军 还紧急动员了 所有的部队 帮助老百姓 展开了一场灭蝗虫的运动 当时 须移凤阳 加山三县交界的福山镇 有一对老夫妇 断锤饿死了 这个乡的乡长 和党支部书记 两天后才知道这件事 他们由于害怕处分 不敢向上级汇报 您得知情况后 在大会上说 我们这里是解放区 是不允许饿死人的 不然 与国民党统治区 日委统治区 还有什么区别 看到老百姓饿死不管 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你是 我当时是四十二团 三营三联的指导员 我参加了那次旧荒洞员会 不错 做县委书记了 可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啊 不要紧 同志 我不就是过来帮你做工作的吗 乡亲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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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们好齐了 咱们屋里坐了 不用了 跟乡亲们就这儿聊吧 这儿晾堂 也好 邓政委呀 看到你 我就想起我们当年 你带着我们打小鬼子那阵 我也一样 我也想念乡亲们了 是啊 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当年在这儿 是乡亲们支援着我们 先打跑了小鬼子 又打败了蒋介石 来 坐 坐下了 邓政委 过去说越穷越革命 咱们还需要继续革命下去吗 越穷越革命 不错 当年我们是有这样的口号 可是现如今 我们共产党人的目的 不单单是让大家要填饱肚子 还要争取带领大家 过上更加富裕的日子 那自打解放以后 咱的粮食年年增产 不知怎么搞的 从五八年以后 那生产就一直下降 今天在这儿 和乡亲们 说点掏心窝子的话 这几年我们在政策方面 确实是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在国际上 苏联 单方面撕毁了和我们的友好条约 撤走了全部的在华专家 这给我们在国民经济的建设上 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我们也是为了自己争口气 这几年 在工业上投入了过大的力量 邓政委啊 虽然大家有困难 可是见了你 那还是想说说心里话 看得出来 乡亲们这些年 一直在像支援当年的新四军一样 在支持着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 在这儿我代表中央向大家表示感谢 好 常言道天无绝人之路啊 那渡过难关的办法多得很累 再说咱村里的东咸田那不有的是吗 要是政府多调拨些大小麦种子和土豆种子 大家东忙一计啊 谁种谁收 困难那不就过去了 谁种谁收 这个主意好 这样大家做好东种的准备 这个由政府给大家发种子 好 政府总理给了我们好政策 如果你去年来 我们这里就不会饿死这么多人了 工作没做好 我们有责任 但是请大家放心 政府一定会竭尽全力 带领大家共渡难关 好 谢谢 邓老 咱这一路从北到南 对全国农村的整体情况 有了更准确更全面的认识 我们现在要重新确立 指导农村人民公社工作的方针和政策 要尽快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错误 稳定农民情绪发展农村经济 所以说我们现在 没有像当初搞初级社社长和高级社社长 那个时候那么成熟的条件 但是我们可以先搞它个暂行的条例 这样吧 就暂时先叫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 蘑菇事 语 姑娘 姑娘 秀总 姑娘 你把被子都背上来了 不背被子咱俩干什么呀 二十年了 我们成了一家人 就你 一句话二十年都说不出口 要不是邓先生送这被子 咱俩老死了也成不了一家 舅嫂 你真的等了我二十年 没得你 谁等了你二十年 感冒我 感冒我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 广州会议召开 邓子辉提交的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 成了毛泽东主持制定 并在大会上讨论通过的 农村六十条的重要参考 湛南 赶快去把护士找来 让他把这针给我拔了 邓老 您再坚持一下 快去呀 他不来我自己拔了 我这身体也真实 郭总之 早不病完了 邓老 您 护士同志 对不起 我有紧急的工作要出去 回来向你检讨 犯纪律了啊 对不起啊 子惠啊 坐坐 子惠啊 赶在开会你可是迟到了 我迟到了 我接受主席的批评 子惠啊 听说你病了 怎么样 好些了没有啊 谢谢主席的关心 我没事 能够顶住 革命战争年代 那么难的日子 我们都闯过来了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顶得过去 不过呀 还是要多注意身体 革命还需要你邓自辉啊 谢谢主席的关心 我会注意的 你搞的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 我看是个创建 可以说是农村六十条的前身 子惠啊 你做了一件大好事啊 这个条例的 酝酿起草和修改的全过程 都是跟调查研究 机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可以说是 没有调查研究的十月怀胎 就不可能有这个条例的一朝分明 说到调查研究 实际上 我们受当年主席的那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和在鸣西岗的财西乡调查很大的启发 农村工作很难啊 我现在还是这么讲 农村工作找谁 挑来选去 还得是你邓子惠啊 发生了错误 要勇于承认 但不是追究责任 要吸取经验和教训 我现在提倡调查研究 希望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把今年当成一个调查年 刚才我听叶剑英同志跟我讲了 我迟到的时候主席表扬我了 你这个邓子惠同志啊 我刚才在会上讲啊 农村工作后头犯的错误啊 你邓子惠是没有份的 在农村工作许多问题上你是正确的 在农民问题上你是最有发言权的 还要多听听你的意见啊 谢谢主席的信任 老李啊 该吃药了 警察说他正在福建搞调查 那边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 他希望我赶过去到龙岩去看看 老李 大夫说你的糖尿病和肝病都加重了 医生这个话 不能不信也不能全心 你就不能听我一回吗 主席正在号召全党大搞调查研究之风 现在邵琪同志 朱老总总理都下去了 这个时候我一个一直在搞农业工作的人 闲在这儿 你认为合适吗 这些道理我不是不明白 可你知道你对一家人有多重要 你不能这样对自己的身体 你不能这样对自己的身体 俺不在乎 我知道 知道 好 只要你的意见对 我们就照你的办 你说的意见对我们的健康有好处 我们就虚心接受 今天不工作了 现在就睡觉 好 前段时间 我们的政策经常是朝令夕改 反反复复 要不然就是缺乏认真落实和贯彻 等到过一阵子这个六十条 得到有效的贯彻之后 我一定好好地休息休息 你呀 哪回都说话不算数 1961年春 邓子辉再次回到闽西 先后就农村解散公共食堂 三级所有对维基础 以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等 有关集体经济体制的重要问题 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 并向党中央提出了重要的建议 大老 陈兰同志 丁程同志 你好啊 你好 你好 到了 等了啊 怎么 欢迎我还准备了这么多好东西啊 丁程同志 你明知顾问吧 是不是嫌我的礼物太轻了 给乡亲们和军猎鼠 准备了点黄豆和红糖 也没什么好东西 都差不多了 就等你来了 出发吧 你们先坐吧 邓龙啊 我看你心情不错 是真不想给你破龙水呀 这龙岩的情况 真有你说得那么严重啊 莫非我用激将法调你来不成啊 现在我是既想见乡亲们 又怕见他们 耳闻不如目见 你看看就知道了 你看看就知道了 老爷爷 你不是本地人吧 你不是本地人吧 爷爷不是本地人 你告诉爷爷 这画的是什么 山椒 这儿呢 牙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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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大的呢 西瓜 这西瓜画的可是不怎么样 你们几个告诉我一下 这虚场上什么地方有卖瓷巴的 瓷巴 瓷巴 我请你们几个吃 没有 有卖油炸糕的吗 没 你们没吃过 没 那你们现在吃什么呀 金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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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金狗头是个什么东西啊 邓老不见了 怎么回事 我一不留神 邓老就把我们给甩了 这样吧 我马上离去保育部门查找 不行 邓老知道会生气的 我知道他在哪儿 这就是金狗头 这就是金狗头 买点吧 是 你们现在每天就吃这个东西 是啊 这树叶也是拿来给人吃的 是啊 不吃这个还能吃什么呀 妈 这人喜欢你 这位爷爷上吃瓷巴油炸糕 瓷巴油炸糕 谁吃得起呀 一斤米要四块五呢 小冯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来得正好 拿钱 帮我把这都买下 好人 你真是个好人哪 谢谢 谢谢 邓龙 可怕我们给机坏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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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呀 这是去打游击去了 邓龙 你是组织的人 你要遵守组织剧率啊 好 我违反了纪律 我的错误 我向你们检讨 同志啊 这里是我的家乡 你们能不能少放几个人 跟得远一点 是 是首长 我就知道啊 他想避开我们 自己去吃糯米糍吧 那东西是甜的 你有糖尿病不能吃 不记得了 他还爱吃牛杂粉呢 糯米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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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楠 去 找招待所的同志 借个砍刀过来 去呀 哎 邓老 你这是 这不是金稿铜吗 拿来 来 吃瓷吧 都来先尝尝这金斗头 梅子铁 看了 这帕子 扬天 这帕子 来 好吃吗 难吃死了 英邦吧 事不怎么样 可是就这金狗头 我们闽西的老百姓也快吃不上了 原来的这点好心情 都被他叫了